回来节目时间 对于爸爸妈妈来说 小朋友的每一个成长片段 都可以说是相当之珍贵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都不希望会错过 就好像幼稚园毕业那样 除了要告别同学和老师 都代表即将要升读小学 算是踏入人生的新阶段 市面上近年就有公司 专门为这些学童 订制个人化的毕业公仔 有不少家长和学校都会光顺 不过这门生意 可以说是季节非常明显 除了毕业季节之外 基本上就没有生意 应该怎样应对呢 可爱的表情 整齐的校服 迷你的毕业帽 这些公仔是不少幼稚园 毕业生的小礼物 有公司专门设计这一类毕业公仔 负责人说不是因为市场上没有选择 而是因为品质参丝才决定发展这门生意 几年前我女儿幼稚园毕业 我团购和其他家长一起买一只公仔 但出来的效果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 但我又做了制衣二十多年 经常上厂看最新的科技 去做衣服、布料的效果 我自己真的好像闭关 买很多机器、试很多布 又试公仔的造型 打算做一个很漂亮的给我的女儿 然后做了出来 在衣服那边又不断地改良 希望不要散口 细节位可以做得很幼稀、很传神 负责人认为 现在的家长对于毕业礼特别重视 一半都愿意花钱 在有纪念价值的礼物上 主要是幼稚园 因为妈妈、爸爸觉得 买了这个公仔 小朋友一定喜欢 因为小朋友基本上很喜欢公仔 一来到他直接来收货 一看到就抱着 就觉得这个是我了 再加上那个公仔有他的名字 更加有个亲切感 而且再加上他在学校的衣服 真是很棒 立即很开心 抱着不放 胶袋也不用进去 即使去年受疫情影响 绝大部分的实体毕业礼 都被取消 或者过去网上举行 但也没有减低产品的需求 生意仍然有增长 我们的出货量是有提升的 即使在疫情时 学校已经剪掉所有毕业礼 家长也照顾买 不知明天会否用到 即使没有 他因为有纪念性 首先他的儿子女女 已经穿了三、四年上学的衣服 已经很有亲切感 学校也开始直接跟他们联络 做了起板之后 有一张照片 他已经是直接出媒调 问家长会否一起买 负责人说 现在有七成订单 是来自学校和家教会等团体 个体贳只占大约三成 现时只是在写字楼设有办公室 在网上做宣传和推广 有商铺投资者认为 市场有发展空间 而且产品具有纪念价值 家长们都愿意花钱 先说整个饼有多大线 香港买得毕业公仔 幼稚园毕业生 每年五、六万个 小学毕业生每年 也认为另外五、六万个 整个饼大概是12万 学生哥每年毕业 只要当中能够做到10% 即12万 10%大概是12,000个学生哥 会来光顺你 12,000个就乘上300元 一年营业额大约360万 公仔这件事会否过时 所有小朋友有的事 有幼稚园 很难想像小孩会不喜欢公仔 有一天会喜欢其他东西 所有小孩毕业那一刻 父母都愿意 能够自身化 比较个人化 还有他的校服 和他的名字 比较特色做出来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愿意识悉 不过他说这个行业的季节性很强 如果不是毕业季节 这些公仔基本上就没有需求 所以要把握市场需要 这类型的生意是一些极度季节性的生意 就是一下子操上去大概三、四个月左右 其他时间都基本上放假 未必完全放假 都要准备一些板 联络一下学校 联络一下家长 其他时间你可以放假 可以吕吕吕吕吕 可以去滑雪 如果你做这个公仔 是捕捉到季节性的那刻 人家一记得就是毕业了 就要想起这间公司的话 那你的品牌做得久 有很多话题 很多宣传 效应家长互相口去说宣传的话 那自然客人每个季节 每个季节都会回来 记住 每一年稳稳定的时候 都说是十二万个学生 有这个需求 即使人口这些小朋友 是在收捉着 但是市场始终都是大 十几二十个人 记得你生意都做不完 受惠疫情回稳 负责人说今年情况比较理想 为了开拓多一点的生意 都计划从个人化产品入手 今年就好一点了 今年真的有毕业礼 不过可能十八天前通知你 下个礼拜来吧 你有公仔就带来一起回来拍照 就是学校是给你带公仔回来拍照的 没有规定 所以就有很多急担 我也知道公仔比较冷门 而且翻单的机会是三年、六年 或者人生只有几天 可能有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接下来会开拓开瓶产品 开瓶产品包括印支筆袋、功课袋 鞋袋全都收到小朋友的名字 就是个人化的产品 为了提升知名度 负责人希望把办公室搬到街铺 首选地区是深水埗 始终觉得深水埗是找配料 找布料是很快的地方 有时真的做开厂的小条线 小粒楼都出不了货 很多东西就立即去买 买完之后回财 每天都要面对找配料的问题 有时出了一些新报 你可以立即第一时间收到 看到 又可以想想想想 如何放在我们的产品上 如果做到开朗产品 可能有一个展示室 让它感受产品的品质 有时你只是在网上 看了一张硬照 我不知道布料是否漂亮 拉链是否顺利 即时可以立即做给你看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 基隆街的店铺 由世界加英星座 未有客户在这里 我们按要求找到两个铺位 一个位于深水埗基隆街 实用面积大约200尺 另设大约200尺的角楼 叫租18000元 这里属于传统旧区 附近有不少餐厅和五金店铺 各个面积是适合的 但怕角楼… 如果我做工厂 我的机器不知道如何搬上去 可能位置要改变孔位 然后可能那些师傅年纪大 琴上琴下 我怕他有什么事跌倒 不过李根兴就认为 这里租金便宜 即使在淡贵都可以负担得到 所以值得考虑 好像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说的是基隆街 这个白柱街之间的交界 说租值200尺的空间 加上角楼200尺 租金要租都是18000左右 港量口价13000至14000元 那你便可以便宜 一年多加十多万的租金 那你便宜的话 那你能够顶得住贵确性的影响 他又认为这个铺位 可以带来广告效应 增加曝光机会 就是人家经过的时候 始终有个广告效应 今天见你、明天见你 每年都见到你 就自然他们有需求 马上会记得你 还有第二,有一间铺子 这里始终比较近港铁站 太子港铁站走过来 大概两、三分钟就到了 远远好过去什么写字楼 又要乘升升降机 你对你的信心也差很远 所以在这里 家长过来摸摸板也好 跟你有所沟通 那些宣传效应在这里 带到校图也好 他们的信心也会增加了 在这一间铺的时候 纯粹买这个公仔 不可以的 那你一定要加上学校的产品 是 我们再到隔壁的宇州街看看 铺位面积大很多 若摸有1000呎 设有来去水和洗手间 叫租5万5000元 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如果只买公仔 就应该维持不到租金 可能我们就要努力点 我们的团队就要努力点 找多些产品 包括开学或学校需要的东西 或者可以用到的 是 李根兴就认为 如果只是卖毕业公仔 租金负担会过高 建议引入其他产品 否则这个铺位就不合适 这个位置 如果纯粹做学校的毕业公仔 基本上可以说是执硬 为何执硬 虽然在地方比较大 建筑面积1000呎 租5万5000元 即乘一乘十二个月 一年租金大概60万左右 刚才说了 整个公仔的市场 每一年卖1200 当你做足了香港所有娃娃 而是刚刚教租 变成了这家店 你一定要加入普通学校的产品 今集先看到这里 下个星期继续带大家看店 疫情下健身室一度关闭 令到家居健身需求大增 有健身用品公司就计划开分店 选店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下个星期记得留意